今天等於是第八次上課 上個禮拜是因為期中報告 所以沒有上課 所以我們今天等於是第八次上課 第七次上課的重點 基本上重點就是改成VBA 等於是說本來我們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資訊 我們是用人工的方式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再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再做插入三個欄位 有沒有 三個欄位 哪三個 年嗎 因為我要統計歷年 歷年切到 然後還有區跟路接到 所以我如果 將來我不希望說每一次 都要在人工的方式 把那個資料下載下來之後 而且還要再插入三個欄位 並且輸入這些三個公式的話 當然你是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有沒有還記得嗎 OK 那這按鈕背後呢 基本上就是要寫什麼 大概兩個重點嘛 第一個是把資料從那個 就是雲端上面 把資料抓下來 抓到A1的儲存格往下填滿 那第二個動作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動作的話就是 再插入三個欄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這是第三個 然後分別把它的欄位名稱 跟它的公式 加進去之後 也是一樣填滿 所以這個要先做一個 兩個 三個嘛 那不是錄製劇集 是要自己寫出來 所以上一次上課呢 基本上就是講 這個動作 該怎麼寫出來的程式 應該有那個畫面吧 上個禮拜的影片都有 然後程式雲端上也有啦 只是說你要知道 怎麼樣把這一段功能寫出來 那寫完之後 最後就是一個SUB 那一個SUB的話 就可以對應到一個按鈕 所以我們可以按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它就可以幫我完成剛剛的事情 那這個按鈕 我按右鍵先指定一下 先設一個中段點 字太小 這個程式大概就長這樣 我把字稍微再放大一點點好了 那我這邊設一個中段點好了 不然它跑太快看不到細節 按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程式 第一個就是把資料先清空 所以我把它組好 那我把這個地方中斷一下 然後組行跑一下 有沒有清掉了 所以這一行是把資料清空 那底下這個Vis Active Credit Table 是說做一個連線 連到那個我們台北市政府的那個 這個這個資料 然後把它抓下來 然後編碼方式的話 用那個Youtube 8 然後抓下來之後 所以這個是抓資料 OK 按錯了 然後再 這個是編滿 Refresh的資料抓下來了 那資料就下來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就抓下來了 那這個資料裡面呢 沒有黏 有沒有 也沒有區跟路接到 所以呢 我們其實上一次是 把這個區跟路接到 再做一次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那我另外 獨立寫一個Sub 所以我可以用Core的方法 Core這個Sub 那這個Sub 基本上就是 先插入年 然後給公式向下填滿 然後再插入區 給公式向下填滿 然後並且調整欄寬 因為這個欄寬好像太 太寬了 所以我把它調一下 所以這邊把它 插入年 然後給年的名稱 然後再給年的公式 底下的公式 所以是 那其實這個Range 就是儲存格 儲存格裡面放什麼資料 把它放進去 它就有了 然後這個就向下填滿 填滿到底下 所以把它填滿OK 好 那有年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區 那區的話呢 就是在這邊再插入 有沒有 插入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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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再插入一個 一個欄 就是 區嘛 把它調一下 因為這樣看比較清楚 然後按F8 有沒有 然後 插入一欄 G欄 然後再區加上去 然後加工式向下填滿 那因為欄寬 太寬了 所以我後來加了一個 調整欄寬的 一個敘述 那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就是什麼 Colin 哪一欄 G欄 它的有個屬性叫Column width 等於10 藍寬大概10 左右 OK 然後一樣嘛 再入街道 然後一樣 把公式加上去 然後再向下填滿 那最後呢 這個 入街道藍寬看要不要調 不調也沒關係 但如果你覺得 你要吹毛球吃 你希望呢 可以再 再怎麼樣 再加一個調整欄的話 那一樣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就在底下Enter 那拿上面這個 調整欄的這個程式有沒有 把它放到這邊來 複製過來 那因為它這個是H藍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H就可以了 OK 然後如果你要讓它程式work的話 不用重跑 你可以把這個箭頭往上拉 它可以讓你倒車 所以程式可以讓你倒車一下 然後就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那H藍呢 就會剛剛好 那這樣的話 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想要抓取一些資料 你就不需要像以前 要分很多的動作 然後塗髮煉鋼自己慢慢來 OK 好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 上次上課的重點 那今天的重點 就慢慢要往前推進了 哪些重點 基本上就是 其實就是在雲端上面的講義 各位雲端版本上面的訊息 總共有五個按鈕啦 反正就是我們的目標 那其中的話呢 這個是下載資料嘛 就剛剛講的 另外的話 這三個就是畫什麼 畫折線圖 畫比例圖 圓形圖 畫質條圖 有沒有 那之前我們是用人工的方式 把它做出來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用程式的方式 OK 也就是我希望變三個按鈕 一個按鈕它就做我要的這個圖的顯示 那最後的話 然後底下這個按鈕就是刪掉上面的 這三個工作表 讓它恢復成圓那一狀態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我預想 可能我這個 程式大概的目標是這樣子 那可是要怎麼寫出來 這個才是比較重要 所以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個歷年卸道折線圖 這個 還記得吧 其實我們怎麼做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不會寫啦 其實主要就是這個嘛 有沒有 主要可以分成兩個區塊 一個區塊是這個表 那這個表怎麼做出來的呢 其實就是利用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 它幫我們做出來的 有沒有 這個 樞紐分析表 那這個的話 就是樞紐分析圖 那它的位置 還記得吧 就是在這個地方 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這個的話 這邊的話 是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圖 在這裡 OK 所以喔 變成分成兩個區塊的程式來寫啦 那只是說這個程式 你可能還沒有頭緒喔 你說老師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哪邊有 其實跟各位講 其實也不用特別外面找 那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如果你會做那個動作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動作做完之後的話 利用那個開發電源裡面有一個錄製劇 也就是說你把那個劇集錄下來之後 那再把它做一些簡單的修改 其實程式就出來了 所以有的時候 假設電腦裡面能做的動作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產生程式 那產生程式 主要就是透過錄製劇集 來幫忙 OK 但是喔 錄製劇集其實也沒那麼單純啦 你不能說隨便亂錄製 然後錄完之後 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你根本不會改 所以喔 今天的課程重點 也是難度最高的 就是 如何透過那個錄製劇集 產生那個樞紐分析表的那個VBA程式 但是產生的程式裡面 有蠻多地方需要做修改的 如果你不會修改 那你一定會跑失敗 但是如果你知道改哪些地方 我想應該也沒那麼困難 OK喔 這也是今天最難的部分 其實你們可以找找看 那個 ECL VBA的書籍 其實真的 講到樞紐分析表 這部分的VBA設計 還是蠻少的耶 OK 我好像發了很多書 基本上很少談到這個部分耶 其實好像不能做嗎 其實我覺得不是 是因為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細節 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然後 網路上你們也可以搜尋一下 這方面的說明也非常少 而且即便有影片 錄的影片也非常非常少 可是要怎麼做 我想今天我們重點就是 希望可以做這個按鈕 所以我先DEMO一下 這個我先把它刪掉 我先DEMO給大家 就是做一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的話呢 自動把這個跟這個跑出來 有沒有 要把它刪 你看太快了 OK喔 這個沒有對不對 就像變魔術一樣 按一下 變出來了 OK 所以分兩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是書紐分析表 書紐分析圖 那我們 第一個先把它刪除掉 那變成說啦 如果你要產生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先錄製 那錄製要彩排一下 所以你要把那個 還記得吧 插入那個歷年的這個什麼 歷年的這個折線圖 那你其實你就是要變成 你要可能要把那個動作 先順一下 先彩排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錄下來 那要分兩部分 書紐分析表跟書紐分析圖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呢 我們就是要完成這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 按一下 這邊這個 跟這個 所以這個是兩段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SUB 這個又是一個SUB 然後把兩個SUB 結合在一起 就可以有這樣的效果出現 OK 那其他當然啦 後面其實還有什麼比例圖 還有直條圖 那其實也一曲同工之秒 如果這個會的話 後面應該也都會了 所以以後 你假如希望在ESEL裡面 快速的製作爆表 跟製作圖的話 就是視覺化的圖形的話 我是覺得倒也沒那麼困難 而且ESEL這個功能 真的是非常棒的功能 因為它這個書紐分析表 真的是一個滿方便 而且滿快速可以 產生統計分析結果的一個好工具 OK 那這個也當然 我是覺得這個也是ESEL之所以 能夠歷久不衰的一個很大的因素 因為ESEL我前面強調了 它已經32歲了 OK 它為什麼 憑什麼它可以活 一個軟體可以活32歲 算是蠻厲害的 因為很多軟體 大概都活不到32歲 OK 就不見了 舉凡說以前的很多 像早期 IBM 也有寫很多的東西 但是都不見了 好 嗯 那 那 ESEL 而且還要付費 但是也很多人願意花這個費用 主要我是覺得它有些功能真的滿棒的 好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 上一次上課的這個範例打開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製作那個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我們主要是透過錄製聚集之後再修改 所以啦 當然你要錄製聚集之前 請先把之前的動作 把它順一下 有沒有 一 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二 把什麼呢 把黏拖拉到 有沒有 拖拉到列 把黏拖拉到直 有沒有 它就一個表出來 大概就幾個動作 不多 然後再把它錄下來 變一個VBA程式 然後再亂亂看 有沒有達到 你要的這個預期效果 OK 好 試一下